在古巴比伦文明出现之前 两河流域就出现了人类目前所知 考古可以考证的最早的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也只是它的延续 它就是至今给人类留下很多谜团的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文明 起源于公元前四千年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地区 距今有七千多年 七千多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它要比埃及文明早一千五百年 比古巴比伦文明早两千年 比古印度文明早两千五百年 比古中国文明早三千年 苏美尔文明在数学 天文 建筑 艺术 农业 宗教 法治等方面 都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 它们已经开始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 每周有七天 甚至还会酿造啤酒 下面我们就简单地聊一聊 苏美尔人在当时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辉煌成就 首先是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 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字母文字 在机神附近的奥海弥尔土丘 发现的一块大约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的石板上 刻着人类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为什么叫楔形文字呢 那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古人们 一般在粘土制成的半干泥板上书写 把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 古棒或木棒当作笔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 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蝎形 因此称为蝎形文字 写好后的泥板晾干 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后来的阿卡德人 巴比伦人 亚树人继承了苏美尔人创造的蝎形文字 在商业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传播到了整个西亚 一开始蝎形文字主要在西亚和西南亚地区中传播 后来在巴比伦和亚树人的统治时期 蝎形文字才有了更大的发展 词汇变得更多 更完备 书法也变得更加精致 优美 随着文化的传播 两河流域的其他民族也开始使用这种文字 公元前1500年左右 蝎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家交往的通用文字 埃及和两河流域各国外交往来的书信 还有定立条约时使用的都是蝎形文字 在后来 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于商业的发展 对美索布达米亚的蝎形文字进行了改进 把它逐渐变成了字母文字 在科技方面 苏美尔人用月亮周而复始的圆缺变化为一个月 并将一年分成12个月 其中有6个月是30天 另外6个月是29天 全年共354天 这样就造成一年的时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了11天 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热年的办法 这就是太阳力 他们还把小时分为60分钟 然后每分钟有60秒 苏美尔人对于数字的运用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令后市都望尘莫及的地步 在一块发现的泥板上 有一道有两个数字相乘的计算题 其最终成绩如果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的话 结果竟是一个15位的数字 这就是距今7000年以前的苏美尔人 已达到的数学知识水平 这样的惩罚 就算是咱们也得用计算器吧 值得一提的是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希腊人 还认为1万这个五位数 是一个简直大到无法计算的值 凡是超过了1万的 就被称为无穷大 多位数字对于欧洲人来说 一直到公元1600年以后 才由笛卡尔 莱布尼兹等数学家兼哲学家最先用于计算 而在西方一般人的概念之中 在进入19世纪之后 人们才开始对多位数有所认识 以至于百万富翁这个称呼 成为拥有不计其数财富的 最大富翁的代名词 所以说 数学的普及还是很重要的 上面所提及到的 关于苏美尔文明的成就 都是通过考古发现的 不过 由于苏美尔文明实在是太久远了 历史的真真假假 变得更加的扑索迷离 而且很多考古发现 就连考古学家都无法理解 这就形成了很多关于苏美尔文明的未解之谜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为他而痴迷的原因 苏美尔人的起源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团 尽管有关苏美尔人的历史和文化被广泛研究 但他们的确切起源和迁徙路径仍然不清楚 因为没有任何的神话传说或者文化典籍有相关提及 多地起源论认为苏美尔人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古人 非洲起源论认为他们是从非洲迁徙来的 另外苏美尔文明的城市中有一些巨大的建筑工程 如金字塔形的神庙 如乌鲁克的恩利尔神庙 对于古人如何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情况下 建造这些庞大的建筑 人们仍然不清楚 有人认为苏美尔文明的高度发达 是因为他们与外星人有联系 认为苏美尔人得到了来自外星文明的知识和技术 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撒加利亚西勤 他一生都在研究古文明与人类起源的关系 他结合考古学 古文字学 圣经等编写的著作《地球编年史》 重新描绘了整个人类的起源以及历史 他认为是来自尼比鲁星球的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 把他们的基因与古源的基因结合 创造了最早的人类 来帮助他们在地球上淘金 也就产生了苏美尔文明 以及地球上其他一些古文明 他认为很多上古神话并不是传说 只是被我们渐渐遗忘的遥远的史实 比如在全世界许多文化中都有提及的大洪水 像圣经 山海经 中国神话 玛雅神话 印度神话 埃及神话的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在大洪水之前地球上生活着许多的神 而在大洪水之后神就几乎不存在了 西勤认为那是因为尼比鲁人在地球上完成任务离开之前 制造了大洪水来抹去他们存在过的痕迹 超级文明亚特兰蒂斯就是在那时消失的 不过后来尼比鲁人又回到了地球 并在两河流域向人类传授了一些知识 形成了与当时时代极不相符的苏美尔文明 是不是很颠覆认知呢 好了苏美尔文明就先聊到这里了 咱们先挖一个大坑 以后再继续讲一讲关于苏美尔文明的未解之谜 以及细情的地球编年史 我是小魏 咱们下次再见